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这不是小S声音 对啊 你喜欢绝世乐哦 没有 我才看小S啦 它这个烟熏砖好美啊 哦 老师要不你就帮我画这个吧 肯定有好多人都想学 啊 我们要换题目啊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教这个 走吧 这个妆容呢 我们暂且称它为蓝调爵士妆 总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眼睛 我们要打造出油油质感的烟熏妆 第一步 我们先用深蓝色的眼影笔 在眼皮上面画出宽宽的一道 接着呢 用眼影刷 将边缘晕开 第二步 我们用黑色的眼线笔 沿着睫毛生长的方向 从眼头到眼尾 画出来一道稍粗的眼线 大概是双眼皮的宽度 接着呢 我们用眼影刷 将眼线的线条晕开 第三步是下眼影的部分 用眼影刷沾取深蓝色的眼影笔 在下睫毛的下方暈染开来 最后一步 用黑色的眼线笔 将上下的内眼线涂满 第二部分呢 叫做眼下腮红 小S颓废忧伤的感觉呢 就是靠眼下腮红来营造的 那顾名思义呢 就是这个腮红 不是打在颧骨的部位 是在眼睛的下方 腮红的部分 我们选择小一些的腮红刷 沾取膏状腮红 从眼睛下方 轻轻的晕开 暈染范围是一个倒三角形 做好了眼睛 还有腮红 最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唇色 那今年秋冬比较流行深一点的颜色 像这种降色 它就比酒红色更深一点 利用咬唇妆的方法 可以打造出这种个性颓废的妆感 先用唇部遮瑕 遮住唇部原本的颜色和轮廓 将深色唇膏涂在唇部内侧 然后用手指进行暈染 这样小S的蓝调爵士妆就完成了 作为歌手来说呢 除了作品本身之外 有一个强眼的造型 也可以让大家更容易记住你的作品 那当然作为观众来说呢 如果你抓到这些重点的话 你也可以跟明星一样抢眼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 下期再见 拜拜